為什麼要貪這麼多錢 面對韓話一句話都沒有說 銀劍署前組長張知名 在法警介護下快步走出法院 後面有樓梯喔 特別拿起信封袋把臉遮住 一看到門口小黃還小跑步上車 為了替他扮保 張知名家屬親自帶著850萬現金 送往櫃台交給法院 仔細清點全人數字無誤後 才讓他辦理保持程序 暫時重獲自由 有沒有覺得很怨話 警方起訴時痛批張知名身為營建署 道路工程組長 卻聯合親戚張騰龍 藉著前瞻計畫貪污 向廠商收回千萬 期間還喝花酒 接受性招待高達56次 甚至就連婚外勤對象的育營費用 也有廠商負擔 但檢察官訊厚認為他說辭反覆 先是坦承有收回一百七十萬 但隨後又改口只收一百三十萬 另外張騰龍也表示交付會款時 張知名會先拿走一半 街坊認定說法極大差距 有嚴押必要 不過張知名卻搬出雙親一年脈 希望自己能盡孝道 而且護照台保證都過期 不會有逃亡等理由 成功說服法官讓他交保 昨天他的助理就有交保了 已經解職了 至於立委政天才的辦公室 執行長張騰龍 已經轉成污點證人 實際詢問助理 表示在收押後 委員就已經跟他解約 對於張騰龍是否涉貪 一概不會再對外回應 靜新聞室尾交給台北報導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靜好新聞